上星期宋仲基和宋慧喬喬妹 齊齊來香港 太陽的後裔粉絲當然流口水了 不過流口水有失儀態 都是找個專家教大家韓國禮儀 這位韓國博士級旅遊飲食顧問 一舉手一頭粥都充滿優雅的感覺 由他來教大家飲食禮儀 最好不過 這不是一個方法 其實是有點重 通常設置的位置很大 聽說連嘴也不可以觸碰碗邊 或是有窮人甚至低下層才會這樣吃飯 跟我們完全相反 韓國筷子設計方便夾起小菜和飯 加上湯匙 成為韓國飯菜上面必備餐具 例如炸雞又或者用菜包著烤肉 就可以直接用手吃了 韓國人同樣喜歡分享食物 認為是社交的一種方式 不過都有例外 好像飯和湯就會個人獨享 飲品也一樣 除了不分享之外 飲酒禮儀也大有學問 因為韓國人特別重視背份之分 因為韓國人特別重視背份之分 Gia說這個是基本要求 Cooking the role is woman but in case of meat, male, man does that 她還說 烤肉烤得好的男士 在女朋友心目中絕對加分 各位藝歐巴要好好練習 在那邊 還要吃到 那邊 你可以吃到 那邊 我可以吃到 你能吃到